那我剩下的事情都就沒事情了 真太好了,OK 所以他覺得這一定要學 而且他說那你剩下來幹嘛? 我可能吃完早餐、聊個天 然後再來如果還有時間 那我再來學VBA 他就繼續學習 所以他最後的大概隔了半年 他覺得已經很厲害了 所以他才問我說 老師我接下來該怎麼規劃我的未來 我說其實可以很多選擇 你可以選擇老闆 不然你把老闆FIRE掉 老闆不幹了 他就灰衣袖就離開了 很瀟灑的 他要面試也很簡單 因為其實很快就會找到工作了 不過前提還是要把城市學會 你才有這個本錢 所以要怎麼樣可以在職場上面 活得很悠哉、沒有壓力 當然我是學的前提還是在專業跟技能上面 OK 這個也是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沒有專業跟沒有技能 你是人求士 但是如果你有專業技能 你是士求人 OK 所以我其實我後來很多的工作 都是被找的 OK 比如說為什麼我會來到 回到我自己的母校 其實我也不知道 就有一天突然 有個老師寫信問我 說有沒有醫院 我完全不認識 怎麼會這樣 看一下自己的母校 我就回來了 我覺得好棒喔 所以我回來心情非常開心 因為這邊是我非常熟悉的地方 所以一回來 像去年我就開始 對於所有周遭 我又RUN 像以前很常去吃的一些 又去把它通通再回味一下 感覺真的很開心 所以那個心情是完全不一樣的 其他的部分的話 還有 又不見了 沒有沒有 不是 老師 那我們聽你兩小時 對對 OK OK 那所以就是說 這個地方的話 其他還有就是說 相關路 待會的話 因為時間比較緊湊 所以我就用Sample 跟各位介紹一下 比如說最近 怎麼第一個 可能重點也許是爬蟲 函數 然後VPA 爬蟲 也許在畫圖吧 大概這樣子 然後學會這些東西 下面部分的話 可能你們就設定一個目標 那至於怎麼學習 其實現在網路上的資源太多了 你要找其實還滿多的 尤其是網路上影片 像我其實會把 我歷來上課的影片都放在YouTube 所以你要找其實也滿容易的 或者你要follow的話 你也可以 我的那個 那個 我的這個YouTube頻道 上面其實也有很多 我相關的那個影片 那其他當然甚至還可以做到什麼 做到就是說 比如說拿Esser做那個進銷存的管理 甚至可以拿Esser做什麼 做一些進銷存 錶單等等的 就是Esser就是說 可以把它拿來當資料庫用 可不可以 可以啦 甚至取代 取代那個資料庫都沒關係 那不過你想說 老師那Esser也可以當資料庫 那為什麼有需要資料庫 那其實主要原因是這樣 如果你的資料量 是在100萬筆以下的話 我是覺得你用Esser就夠了 但是如果你超過100萬筆以上的話 有沒有 那你可能就考慮資料庫了 那哪一種資料庫呢 XS應該 不過XS現在好像越來越少人用 以前還滿多人會用到 那現在的話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Esser太強了 100萬筆 我想一般就夠用了 那還有什麼缺點 以前的話是因為 跑一跑可能會當機 那現在好像Esser當機 你要把它跑到當機 還真是不容易 主要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 早期的話是因為電腦的 記憶體太小 有沒有 那現在的話 以前記憶體都 可能1GB都了不起了 現在的話都是 8GB、16GB 所以你怎麼跑它沒關係 反正它記憶體夠大 不會當機 如果會跑到當機 那真的是了不起 OK 那以前不一樣 我記得以前Esser 97的時候 那那RAM才8MB 等於是現在的一千分之一 8MB跟8GB 差了一百一千倍 那那個跑起來 真的就問題很多 常常都跑到當機 所以那時候其實不好用 那其他的話還有就是底下講到的 像協同應用等等的 跟Python 一起 那再來的話 簡單介紹一下我 就是一些相關的 所以你要找我的 很簡單 你Google 你找一個吳老師 或吳老師教學好了 或者你找那個 Esser VBA教學 那你可以在Google找 或在YouTube找 其實影片都相當多 那 其他的話 這個是我一些簡歷 那我比較早 之前其實在業界 那我曾經在那個 電腦公司 擔任執行長工作一段時間 然後之前也擔任過 很長一段時間的那個 軟體工程師 總共大概應該二十幾年了吧 那現在的話 主要就從這教學工作為主 慢慢就是 把那個我的步調調慢 那我發現教學還蠻愉快的 那之前為什麼會 跑到學校教學 主要原因可能我在想說 因為我常常寫部落格 以前還蠻認真的 只要上完課就寫部落格 然後把影片 YouTube影片上傳 這樣的好處就是 大家都看到了 所以看到之後發現 所以像有些企業還蠻妙的 我常常找我去上課 我說你為什麼找我 因為你打那個 Excel VBA教學 就全部都是你的東西 他好像找不到別的老師了 所以他就只好找我了 OK 所以慢慢我盡量 那這個獎項 這個大概說一下 另外我的證照也是蠻多的 我證照有超過三十張 那其他參考用書 我建議你們可以在坊間看一下 坊間Excel其實還蠻多的 那有關250個函數 怎麼去看 最好是各個擊破 那最好還是花一點時間去了解一下 當然 方法很重要 另外還有一點 這本書其實寫得還不錯 可是我覺得他解決的方法 那個公式 其實寫得不好 太複雜了 所以通常我會用我自己習慣的 那個公式 重新寫過 哪怕我是用他的範例 但是我還是重新改寫 因為真的每個人的邏輯不同 看到的那個答案也會不一樣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 你看到別人寫的答案跟你 不一樣 那結果一樣的話 那你不要覺得很奇怪 這個是很正常的 也就是每個人長得都不一樣 那為什麼程式會是一樣的呢 OK 所以特別注意 也就是程式其實最難學的地方是說 他幾乎是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而且會隨著你的工作變化 而做一些改變 有沒有 你的工作可能改變 你要調整一下 所以裡面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變數 可能會有一些參數 那你再把它做一個修改 那就可以保出你要的結果 所以坊間大概這些書籍 那VBA部分的話 我是還蠻推薦 像這樣的書籍 就是比較簡單的 你們可以自己再稍微看過 那當然呢 講到Excel部分 這個很久遠了 最早應該是Lotus123 不過應該如果知道Lotus123這個軟體的同學 應該是有點年紀了 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超過至少30年以上了 那這一套軟體一出來不得了 那為什麼會特別講這個 因為Excel實際上就是把它幹掉 OK 以前幾乎所有電腦都有Lotus123 但是Excel一出來 通通沒有了 為什麼 因為被它取代了 那最早它是在DOS底下 那它其實最重要的一個功能 就是簡易的資料庫 所以其實 如果你要拿Excel來做資料庫的事情 完全沒有問題 OK 好 那 再來的話 我們再舉 待會的話 我就是再舉一些例子 給各位 所以請各位待會幫我到雲端上面 去抓一下範例檔好了 我的範例檔基本上 都放在底下這個連結 GG.GG Excel VBA 然後三個1 一個8 就是 GG.GG Excel VBA 然後三個1 一個8 那裡面的話 請各位就是 基本上 這個雲端有幾個部分 特別注意 範例檔 你就把它下載 下載它 然後 我們會 待會從這裡面 挑那個 相關的東西 來做吧 然後 第二個就是說 答案在哪裡 答案在這裡 雲端白板 它裡面一樣 會按照範例檔 做分類 比如說 我們取以 文字與資料函數 第一階段好了 那這邊 大概有很多的練習題的答案 待會也許我來挑一下 看哪一個 題目會比較適合 那我們先 OK 請各位先完成 這個第一個步驟 就是